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贾爱炳小超老师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VR3.6这样一个软件 这个地方我们的A16 是用了最新版本的Sketchip 2018 其实很多同学在学之前 都会有一个疑问 有时候VR3.6它代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对吧 有哪些新的功能 包括我们这次课程的重点 在什么地方 对课程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课程要讲哪些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一个开篇 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讲解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VR3.6 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现在这个是应该觉到同学 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OK 但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 看一下官方是对这个问题 怎么来进行阐述的 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的观点 我现在的观点 是什么样子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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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的一个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好 你看它整个UI的界面和我们的3.4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说现在我们使用3.6的话有个小问题 什么问题呢 一个是没有破解版 所以我们选择只能去官方 去下载一个30年的试用版 那么第二个是没有汉化版 所以现在如果学3.6的话 只能是全英文的一个版本 但这地方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讲 怎么去官方进一个下载和试用 然后我们总体下其实它的功能的话 除非分为这几个方面是吧 好 这几个 这几个变化 第一个是易于使用的吧 好 更方便我们易于使用了 对一些细节进行的调整和优化 整个其实都是优化 然后第二个是 渲染了品质更好了 图纸的一个质量 降噪是吧 也是更好了 然后第三个就是功能更加强的 在一些 机械地方 包括加入一个 我们的 太阳的雾化的效果 对不对 好 包括加速可以直接导入3ds的一个文件 Revit的一个文件 好 包括我们渲染的速度也提高了 OK 当然这个地方 去我们对于这个软件的一些具体的细节的提升的话 我们可以去他们官方的一个网站 看一下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提升 好 然后这地方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整个课程的一个结构 这个课程的结构的话 其实主要分为 几大部分呢 我们其实通过 之前我们官网的一个 这一个宣传 大家现在应该知道 对吧 好 主要分为我们的一个第一阶段 Vari3.4的一个基本功能 好 但是的话 这个功能 因为它跟我们的Fari3.4 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整个 整个基本功能这块 是给大家赠送了一个 Vari3.4的一个基础的视频教程 好 这个教程赠送了大家以后 大家其实可以观看 因为它是一个汉化版的 对我们学习3.6的话 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因为它整个的操作界面是一致的 只说它里面一些新功能的话 我们会单独的拿出来讲解 包括智能UI 是吧 文理贴图 2D置换 四口渲染 代理物体育栏 日照模拟 以及降噪器 包括其余的多种新功能 我们都会进行一些讲解 然后第三阶段的话 是材质属性 那么材质属性这一块的话 我们会在案例当中 给大家讲到材质这一块 讲到材质这一块 包括这一方 我们下方的第四阶段 是一个实战的一个案例 在实战阶段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设置多个的小场景 主要是用来练习新功能 也会在这个地方 加入一些大型的史外场景 包括一些常见的史外场景 同时结合PS的一个后期 因为不管是哪个软件 对吧 哪个渲染器再强大 那么都会要结合到我们的PS 最终的一个效果 它才是相对来说 比较优秀的一个成果 好 但这一方我们再看 史内客人这个地方的案例 你看 像这里属于我们一种国外风格 对不对 对整个 其实它的光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在这个模型 其实在不是官方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一个官方的图纸 好 然后这里帮我们通过一个视频 来预览一下整个实力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出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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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像这种篇写实一点的室内场景 也是需要我们去制作的 但都要结合到一定的PS 进行一些后期的调整 室内部分的话 其实主要是由小兵老师给大家做这样子 因为本次课程也是我和小兵老师 共同来完成的 那么小兵老师主要负责室内场景 这部分的制作和PS 那么我主要负责室外场景这部分的制作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到室外建筑场景圈 这一块 那么在这块当中的话 像这两种常见的一些建筑图纸 我们需要去做 但还是一个由浅入深的一个过程 从简单上到复杂 逐渐的一个学习过程 但像这些图纸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都比较喜欢 都是有效果特别好的这类图纸 但其实很多图纸我们都是去 找了一下 它源头都是用3D来做的 那么通过SU的话 其实我们尽量的去靠近这一个效果 去体现SU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SU当中 Ware的一个特点 Ware 3.6 一个新的特性 是吧 好 这样去帮助大家来理解和去制作软件 另一方的 像这类案例也是偏国外一点的是吧 国外比较常见的一类的图纸 这种处理风格 氛围感比较强的这类图纸 包括像这种 然后像这种 我们全模线的 是吧 导入一些质量比较高的代理文件 但其实大家可能很多同学 电脑都带不动这类文件的 所以你们在做代理文件的时候 可以稍微的去 优化一下这些电脑 把一些盘给它稍微的处理一下 就用三轮零或者其他软件 把整个电脑清理一遍 再去做加快电脑一个运行速度 因为像这种模型 对我们电脑的一个压力 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大的 包括像这类大型场景的制作 渲染一部分 包括我们PS后期 都是需要做了很多的 需要大家对PS 也要掌握一定的基础 OK 那么这次开篇 我给大家讲到这一方 那现在的话我们去官网看一下 去vary官网看一下 看一下这次更新 好 到底有些什么 但是地方我们去官网的时候 我给大家 这里 好 装了一个 在我们的开篇文件夹当中 考了一个VPN 这个是一个翻墙的工具 因为vary官方 它是一个国外的网站 所以我们去浏览的时候 它可能速度比较慢 或者无法浏览 那这个时候 我建议大家 把这个VPN你看 直接双击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运行了 那么就可以浏览国外的网站 OK 在这里我们把这个网址打开一下 我这地方 我个人比较习惯用谷歌浏览项 因为国内那些 它有一个翻译的功能 这功能的话 对于翻译国外网站 可以把它焊化掉 方便我们进行浏览 特别针对我们英文不好的同学 好 非常的有帮助 好 你看 所以打开了是吧 vary的官网 这地方你看 国内那些 它就有个自动翻译的功能 大家以后在用的时候 可以去右记一下 它就有个翻译成中文 那么它就可以把这个网站 翻译成中文 翻译中文以后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 vary的一个官网 最后官网的话 我们看下边 你看 看一下了新功能 GT有哪些呢 四口圈呢 对不对 好 都有详细的一些讲解 但在这次看当中 不是所有新功能 我们都要去进行一一的一个讲解 为什么 因为有些功能的话 其实像包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地方 OK 像这种 不是让我们能够去表现的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一些优化 优化的话 其实主要是一些参数上 包括渲速度上优化 那么像这个功能的话 我们可能只能去感受 如果你有渲染经验 那么可能一下你就能感受到 如果说你是 没有一点vary经验的话 那么可能你这种效果 这种优化你是体验不到的 因为它很能去体验它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一块的话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当然这地方我们在用的时候 要看到像这些知识性灯光 注意灯光是吧 它的一些优化 可以主要还是 对于我们整个渲染效率的提高 包括我们对一些 但这个是一个新功能 也是vary是吧 3D Max导入冰渲染的场景 这个是一个新功能 这个后期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 包括像这地方文件管理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 那么在案例当中也会逐一的进行讲解 当然像这里的体积物 保质上模拟 我们也会做一些讲解 只说像这类的地方 体积物它的一个表现力 你很难通过场景或者模型去体现 那这地方我们可以做一些参数的证件 让大家理解到这个功能 当然像这地方听证文理 也是比较好用的一个功能 像下方的带领文件的运动 这个也是可以大大的提升 我们建模渲染的一个效率 所以你看其实整个523.6 它对于523.4的一个变化 还是在于优化上 渲染速度的优化 浏览方式的优化 包括我们文件管理的优化 降噪的优化 像这种是吧 降噪 所以你看 这个软件 只要我们会523.4的话 用523.6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不会523.4的同学 我们赠送一个523.4的基础 帮助我们学习523.6基础 因为如果说我们用523.6的学习基础的话 会遇到一些麻烦 刚才已经大家说过了 因为v3.6它还没有破解 没有汉化 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英文版的学习 所以基础部分 我们就通过3.4的学习 就更方便 对吧 好 这个是开篇部分 给大家讲到了Vari的一个3.6的一个新功能 包括我们一个课程的安排 好 那么在安装部分的话 包括S52018的安方 以及我们v3.6的私用安装 我们小兵塔老师 已经给大家录好了一个教程 也会放到我们的开篇文件讲中 大家记得及时去观看 好 那么我们的开篇给大家讲到这地方 大家再见 我是小兽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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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